太和冠慈善机构和医疗伙伴签署合作备网络 300多名庙湾年长居民未来可享有更好的综合一站式医疗服务系统 减少他们需要到医院的烫次 同时让他们有联系情感的空间 在卫生部长王颖康的见证下 太和冠慈善机构和乐林辅导中心、互联中心以及曹氏基金会签署了合作备网络 太和冠慈善机构也同新加坡中央医院签署了合作协议 计划将率先在庙湾的太和冠活跃乐林站推行 选择那里作为第一站 主要是因为有许多年长者居住在那一带的租赁和非租赁组屋中 在新计划下 未来到太和冠活跃乐林站的年长居民将能够使用一站式的医疗保健服务 例如中央医院将为到太和冠的年长者提供线上问诊服务 药物管理和递送和咨询服务 乐林辅导中心也将为年长者、他们的家人和看护者提供乐林辅导服务 并通过治疗小组协助他们面对个人、社交和情绪上的挑战 当局计划将合作计划扩大到本地其他的乐林活动中心 感谢观看